現在怎麼掃都沒有 正常一定會有 會在某一個位置 那我們現在馬上換這個包 這是最新版的 馬上就出來了 手機掃一下 APP馬上打勾勾 出現好幾牌子 這件LV手提兼杯兩用包 原價18萬元 馬上驗名震聲 使用者是誰 就照常又是誰 關鍵坐在包包內 早就被指入晶片 乍看一下都是一個金屬片 然後一樣有文字 一樣有這個雙C logo 但事實上你仔細放在以後 它的內容是很不一樣 這款香濃爾包包也一樣 透過放大鏡頭 鏡面上每筆數字 都是獨一無二 購買紀錄馬上判讀出來 為防山載包 越來越多品牌 分辨真假 技術也跟著升級 形同包包有身分證 那現在的包 就是它在裡面植入 它基本的資料 所以我一看 我就知道是誰買的 在哪裡買的尺寸 顏色 以LV包來說 除了剪裁 車線等外觀外 新款包有NFC晶片 只要稍微掃一下 馬上就知道使用者 製造商等等 不用像過去 只能看序號 掌握生產地和年份 香濃爾包也把資訊植入晶片中 裡頭有包包生產日期 批次 生產地 不只是從雷錶編碼 去對照年份 透過晶片判讀真偽 逐漸成為趨勢 包括LV CHONEL BB等品牌 2021年起 都陸續啟用晶片查詢 準確率高達99% 外觀可以發內容 就是你掃進去的東西 其實沒有辦法防的 不過業界已經傳出 有些仿冒業者已經跟上腳步 倒是名牌商自信滿滿 認為植入晶片雖然不難 可晶片內數字難破解 現階段只有原廠能分辨 畢竟道高一尺 莫高一丈 精品動輒數萬元 為打擊假貨 提高收藏價值 精品大廠也走上科技防衛趨勢 在台北採訪報導 下個採訪 下個採訪 再採訪 期待